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在同学们步入中学之后,第一个接触到的,也是比较重要,常常出现在考试当中的知识点,叫做人物描写手法。 很多刚刚步入中学的学生可能还没有完全适应从小学的学习内容当中,步入到中学这样一个比较有难度,比较有深度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当我们面对人物描写手法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考点时候,可能会感到有些手足无措。 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让人头痛的人物描写手法。 刚刚其实有提到过,这是我们升入中学后所要面对的第一个知识点,那么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包括在面对考试的时候,常常会遇到一些问题,让学生感到很头痛。 比方说,今年我有一位学生,他在WA考试之后,就立刻发信息问我,老师,我们的考题当中有出现人物描写手法。 他的题目大概是,在文章的第二个段落中,使用了哪一种人物描写手法? 他的作用是什么? OK,那么学生见到这样的题目之后,头脑突然会一片空白。 他说,哎呀,这个时候我在脑海中突然想到,人物描写手法,是比喻你人那几个吗? 还是什么其他的? 所以说,在学生面对考试时,有些时候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很难分辨各个知识点,以及他们所包含的内容。 其实,我们所阅读,或者说在我们自己书写继续文的时候,那么一篇好的继续文,就和一部我们喜欢看的一部精彩的电视剧是一样的。 唯一的不同在哪里呢? 因为我们的文章就是一个二地的一些文字组成的,而像电视剧或者是电影那样呢,就是像三地的一个效果。 人们是可以动的,能够讲话的,能够通过他们的表情,还有他们精彩的表演,把故事的情节表现出来。 但是在我们的文章当中呢,我们想要让文章这么的丰富多彩,想要让文章这么的生动形象,想要通过我们的文字,把人物的性格特点表现出来。 让我们的读者们在阅读文章的时候,更加有画面感,更愿意读下去。 那么这就是我们人物描写手法的重要作用。 比方说最近,同学们应该都有关注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名字叫做《鱿鱼游戏》,Squid Game。 OK,在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当中,这位老爷爷让大家印象深刻。 那么在电视剧当中,他可以选取这样一位,年纪很大的,然后动作有一些缓慢的,这样一位老爷爷来为我们表演出这个人的各个特点。 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老爷爷的头发是有些苍白稀疏的。 那么这样很明显,当我们观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知道,这位老爷爷年纪应该蛮大了。 同时,我们能够通过这位老爷爷,他面容和身材瘦削的样子,就能够表现出,诶,他好像是不是有一点身体有什么状况。 对吧,有可能会生患重病。 当然,到这部电视剧的结尾,我们也知道了一些关于他的信息。 接下来,这张图片是在《鱿鱼游戏》这部电视剧当中的第一个游戏。 OK,那么在游戏当中,这个气氛是非常紧张的。 可是在令人紧张的游戏当中,这位老爷爷仍然保持着微笑。 这个微笑,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诶,这个老爷爷很童真,很可爱。 但是呢,当我们把整部电视剧看到结尾的时候,我们竟然发现,原来老爷爷的每一个可爱的笑容,其实都为这部电视剧出人意料的结局,做好了铺垫。 那么,刚才我们有提到,这位老爷爷苍白稀疏的头发,瘦削的面容和身材,还有令人紧张的游戏中仍然保持着微笑的状态,这些其实如果我们要在文字当中描写出来的话,就是我们的肖像描写。 接下来,这位演员应该也为我们的观众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对不对? 看这张图片,这是在《鱿鱼游戏》当中的第二个游戏,我们的华文名称叫做《碰堂游戏》。 那么在碰堂游戏开始之前,这位聪明的男士,他已经明明知道了这个游戏的规则。 但是呢,这个人,他很自私,他并没有把自己猜到了规则的事情,和自己的朋友们分享。 那么在电视剧当中,我们可以看出,通过对他这个严肃的表情,还有他欲言又止的这个动作,刚刚要告诉朋友,又把这句话吞了回去。 那么通过这个肖像描写和动作描写,就能够表现出他在这个时候紧张不安的心情。 同时,当我们知道这个游戏到底要发生什么的时候,哦,我们这时才明白,原来刚才的这些表情和动作,已经为他在接下来的游戏中顺利脱险,埋下了伏笔。 最后,这个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游戏,就是我们的弹珠游戏。 在这个游戏开始前,没有人愿意选择这位老爷爷作为自己的队友,因为他又衰老又瘦弱。 那在这部电视剧当中,其实我们有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就是老爷爷一个人独自蜷缩在这个角落里。 那这时,当我们正为老爷爷感到伤心的时候,我们的男主角特意走到角落里,向老爷爷伸出了他的手,表示邀请,告诉老爷爷自己愿意和他组成一对。 那么通过老爷爷独自坐在角落这个样子的描写,并且通过男主角特意走到角落里,向老爷爷伸出手这个动作的描写, 我们能够表现出老爷爷的无助,也能够塑造出男主角的性格特点,就是他在危险面前仍然能够保持这一颗善良的心。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聊到我们的人物描写手法。 在我的教学过程当中,我经常帮助学生们用字的个数去区分不同的手法,以及他们包含的内容。 因为在我们未来四年的中学生活当中,其实我们还要学到各种各样的文章类型,以及多种多样的写作手法。 那么,请同学们记住,在我们中医面对的第一个知识点,叫做人物描写手法。 它的内容全部都是四个字的。 那顾名思义,人物描写手法就是如何去描写一个人物。 那我们想想看,作为一个人,这句话有一点好笑啊, 那么,作为一个人,我们和其他的东西,比方说这盆花,比方说我们面前的电脑,或者是电话,或者说我们写作业的时候的桌子,我们和这些东西相比会有哪些不同呢? 嗯,我们每个人长得都不太一样,对不对? 所以,在我们描写人物的时候,第一个可以用到的就是我们的肖像描写。 有时候我们也称之为外貌描写。 外貌描写就是在描写人物的外貌,衣着,表情,体态,姿态等等。 它的作用呢,就是能够表现出人物的特点,加深读者对人物的印象,反映出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 像我,我在小的时候,读小说,或者说那种比较长一点的故事书,我就会遇到一个问题。 有些时候,我读着读着,看到一个人的名字,突然就想不到,诶,这个人是谁来着? 这个时候我可能需要把书往前面翻,一边翻一边找,找很久终于才找到,哦,这个人是我们故事主角的哥哥。 OK,那么通过肖像描写,就能够在我们第一次读到这个人名字的时候,通过对他外貌,比方说他有多高啊,他是有一点胖胖的吗? 有没有戴眼镜啊?他常常很爱笑吗? 通过这些肖像描写,就能够让我们在脑海当中想象出这个人物的画面。 这样也能够让这个人物更加立体,更加生动。 第二种描写手法是我们的语言描写。 我们每天都跟我们的朋友,跟我们的父母讲很多很多的话。 所以通过语言描写,能够表现出我们人物的性格特点,我们的身份,我们心理活动的变化,还有我们的内心世界。 比方说当妈妈很生气的时候,还有妈妈很开心的时候,妈妈所说的话,她的语气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吧? 第三个人物描写手法叫做动作描写。 有些时候我们也称之为行动描写。 行动描写就是描写人物具有特征性的行为举止。 它的作用就是交代人物的身份、地位、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反映人物的心理活动,包括心理活动的变化。 最后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其实在我们的继续文、写作当中,我就经常鼓励我的学生通过一连串的动作描写,让这个简单的文字动起来。 比方说,今天老师公布了我们考试的成绩,我的成绩,哎呀,不是很好。 那么老师把妈妈叫到了学校,这个时候我一个人待在家里,心情一定是万分紧张的,对不对? 到了下午三点钟的时候,门外的走廊里突然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 脚步声在我家的门前停住了,只听见一个人很用力地用钥匙打开门, 砰的一声把门关上,接着钥匙和手里的包被随意地丢在了地上。 妈妈回来了。 她一个人没有说话,快步地回到了她自己的房间, 又是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间的门,接着一片安静。 我悄悄地走到妈妈的门前,隐隐约约地听到从妈妈的房间里传来了小声的哭泣的声音。 刚才在我的这个例子当中,一连串的动作描写, 不知道能不能够让大家感受到妈妈的心理活动,包括心理活动的变化。 从生气到后面的失望,再到伤心地哭出来。 这就是我们动作描写,特别是一连串动作描写的作用。 最后一个人物描写手法,就是我们的心理描写。 因为人都是有感情的嘛,对不对? 而且我们人是有自己想法的。 所以心理描写就是描写人物的心理状况。 我们开心啊,还是愤怒啊,还是有一点失落呀。 心理描写也可以描写我们的内心活动。 比如说我想,他想,回想,联想,还有猜想。 心理描写的作用很简单,就是去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 包括人物感情的变化。 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最后突出文章的主题。 OK,今天关于人物描写手法的这个知识点,就讲到这里。 欢迎你们把自己在学习华文中所遇到的一些疑问, 或者说你觉得很困难的知识,可以发送到我们的WhatsApp当中。 我们很高兴在学习华文的旅行当中与你作伴。